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文播报 我是Cherry 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 全国各地新增都在持续暴涨 闹得人心惶惶 但就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之下 此前一度被多国叫停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再出幺额子 竟然悄悄更新了其新冠病毒疫苗三期试验的数据 把该公司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从周一公布的79%下调到76% 从问世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这一回又是什么情况呢 就在不久前 多国都曾叫停这款疫苗 起源是欧洲近40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 并且出现了死亡病例 虽然死后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肯定结果 但许多国家民众依旧对它保持怀疑的态度 就在几天前 美国一些卫生官员还对牛津阿斯利康提出批评 称其精心挑选试验数据目的是让结果显得更有利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周二透露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在其美国研究结果中提供了不完整的疗效数据 针对这一说法 该公司在周四专门发表声明 表示最新分析证实了周一宣布的疫苗效力与预先设定的中期分析一致 而这次下调有效性 该公司则表示 在分析来自32,449名试验者得190例有症状的试验后 发现试验者相隔四周两次注射疫苗后 在15天或更长时间内观察到76%的疗效性 虽然整体有效性略有下调 但是该疫苗对因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或严重疾病和住院治疗 具有百分百的功效保护作用 对于65岁及以上的COVID-19患者有85%的有效性 高于此前报告的80% 阿斯利康生物制药研发执行总裁Panglas表示 主要分析与我们先前发布的中期分析一致 并证实我们的COVID-19疫苗对成年人非常有效 我们期待着在美国提交有关紧急使用授权的监管文件 并未在美国各地推广数百万剂做好准备 此外目前牛津大学还在对儿童进行一项临床试验 以测试该疫苗在较年轻年龄组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项实验大约在今年夏天会得出初步结果 尽管牛津阿斯利康悄悄下调了有效性 但疫苗终究还是要打的 继加拿大奢侈品品牌加拿大鹅宣布为所有员工 提供最多4个小时的带薪打疫苗的福利之后 BC省工人如需在上班时间接种COVID-19疫苗 可能很快也会获得薪酬 24日BC省长贺锦表示 BC省希望效仿萨斯科社温省修改劳工法规的做法 正在考虑修订就业标准法 此前萨省政府修订法规 让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外出3个小时 不会损失工资或福利 萨省政府已表示 如果雇主认为有必要 员工可以修3个小时以上的带薪假外出打疫苗 现在BC省劳工厅厅长白恩赫正就BC省 是否可以通过修改法规做出决定 省长表示 这些变化将类似于 富裕工人最多3小时外出 进行选举投票的规则 希望确保继续工作的人 不必因为接种疫苗损失工资 身处后疫情时代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相对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因此我们花费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或者在居住的社区里活动 这时候那些拥有足够财富的人群则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购买第二个公民身份 以避开旅行限制 同时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寻求庇护 有调查公司于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该报告列出了提供居住或公民身份投资计划的 全球31个国家中排名前10位的国家 报告还指出购买护照的费用从10万美元到700万美元及以上不等 该报告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投资移民计划和健康风险评估 这些国家对COVID-19大流行的应对措施和处理效率也在评估范围内 具体的评估标准包括 政府高风险管理效率、检疫效率、检视和检测病毒、健康准备、区域弹性以及应急准备 此外,Headling & Partners公司还根据护照持有国 对一些特定的国家的免签情况进行了护照实力年度排名 但该排名不包含对投资国籍的考量 加拿大在2021年护照实力排行榜中排名第9位 以COVID-19健康风险评估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全球富人倾向于进行公民身份投资计划的Top10榜单 从第10位到第一位的依次名次如下 10.英国 9.意大利 8.香港 7.新加坡 6.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5.奥地利 4.瑞士 3.澳大利亚 2.新西兰 1.加拿大 对于加拿大排名第一位的理由 Applied Research at New Cities的总监Greg表示 尽管在投资入籍计划方面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突出 但加拿大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它安静的魅力和对科学权威的尊重 以及国家各省及地区的隔离措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使得该国在总分上获得最高 加拿大人坚持下来了 他们的新冠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 不到其邻国的一半 Greg评论称 加拿大政府一直坚决抵制反口罩者 并成功地将国民团结在一起对抗疫情 但是报告最后还指出 鉴于加拿大的政治口号是 最近你为我做了什么 如果贾斯丁特鲁多政府无法挽救其脆弱的疫苗接种计划 其在大流行早期取得的政绩恐怕很快会被遗忘 但是近期另一份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了另一种局面 报告显示 至2020年底来到加拿大生活不足5年的永久居民人数为101万9千人 比去年减少了4% 2019年底是新移民的人数为106万人 而在过去10年的统计中 新移民的人数平均每年会增长3% 而在疫情的影响下 在2020年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数 也比2019年少了4成 尽管联邦政府表示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吸纳120万人成为永久居民 但专家认为这个目标可能比较难以实现 对此 有专家指出并不是每个临时居民都想要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或公民 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工作学习 但他们也很乐意回到原居住国去 随着全球华人逐渐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每个牌子的疫苗优缺点都开始被热议 25日 科学家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 新冠疫苗对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有安全作用 而且抗体会通过母乳和胎盘直接传给婴儿 早在上个月 美国辉瑞公司宣布将开始在孕妇中进行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辉瑞公司在全球招募了4000名孕妇进行测试 年龄在18岁以上 怀孕24至36周 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 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和莫德纳疫苗证实 对孕妇和哺乳期女子安全有效 不会造成流产 可以顺利产生抗体 我们现在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新冠疫苗可以让孕妇产生抗体 甚至可以直接保护婴儿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 加利特·埃尔特博士说 怀疑时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状态 正确的使用新冠疫苗 可以一次挽救两个生命 辉瑞在完成了孕妇接种新冠疫苗 这个艰难的任务后 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挑战 辉瑞开始测试6个月至12岁的儿童疫苗 25日辉瑞宣布 他们已经开始测试 12岁以下6个月以上婴儿 可以注册的儿童疫苗了 希望最早可以在2022年初开始注射 3月17日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消息 称如果海外华人接种中国国产疫苗 可以享受签证福利 消息一出 很多网友都在询问 如何在海外接种国产疫苗 但是中国疫苗出口海外有严格的手续和法律规定 所以这项新的签证 便利政策对于海外的中国公民来说 非常有难度 不过2021年3月23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时 也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 华春莹表示 这个问题需要由专家来回答 中方愿意在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与各国探讨建立灵活多样的互惠机制 在互认内容和互惠措施上 中方持开放立场 将根据专家论证的意见做出妥善安排 事实上 中方正在跟有关国家探讨就各自相关人员 接种新冠疫苗做出对等安排 只要有利于疫情防控 有利于便利人员往来 我们都持开放积极态度 本周 加拿大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了两位数 有11%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至少第一剂疫苗 在周四 总审计长将发布报告就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HAC 对抗新冠疫苗的表现进行评估 许多人希望这一审计报告将改善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 促进和完善未来的公共卫生政策 这一审计报告主要审核内容包括 卫生部门的早期警报系统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网 是否在2019年底中国武汉发生疫情时 及时做出报告 此前有媒体透露 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网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关闭了警报系统 早些时候进行的审核发现 公共卫生部门对这一警报信息网络的功能了解不足 但这一初步审核没有给出 当时到底是谁做出关闭警报系统的决定 总审计长的报告还包括 公共卫生署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是否有效及时地采取边境控制举措 及时推出隔离规则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去年秋季 已经做出其自我评审 但这一评审中没有对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网的作用 做足够评论 只是提及了 在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提供公共卫生检查人员时 存在的人员短缺问题 这一问题使得该机构在新冠疫情初期反应不利 特别在派往边境服务局方面动作迟缓 总审计长的报告还就加拿大政府的救助款项目进行审核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